郭富城溫碧霞和孫耀威 這天就一起去到澳門出席華鼎獎頒獎典禮 繼第一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之後 晨晨就再次憑無雙拿到最佳男主角 不知道現在的心情是怎樣呢 每個頒獎典禮都有一個很大的鼓勵 能夠入圍已經是一個肯定 我每一次都在平常心去支持不同的頒獎典禮 在我自己本身的座右銘就是聖呼欣言敗義起 平常心去代替我自己的心態 至於同場的孫耀威 這天就擔任頒獎嘉賓頒發電影歌曲獎 不過Eric日前就在節目中自爆和太太 原來一直都是分房睡的 因為我有四隻流浪貓咪都是在外面領養回來 還有一隻狗也是朋友給我的 我常常不在香港 雖然沒有時間陪老婆 但是也沒有時間陪這幾個小孩 那牠們非常黏人 所以有時候真的晚上回家 寧願不跟老婆睡 就會去貓房跟貓裡面 跟牠們有一些睡在 屁股貼在我頭上 有一些睡在我下面的重要部分 特別黏人 特別的很軟 很爽的感覺 而剛剛在泰國拍完電影外景回來的溫碧霞 現在就忙緊準備下個月推出的寫真 大家都很期待可以看到Irene的美照 其實去年已經拍完了 但因為內地出是要寫很多文字 因為內地版是以小說形式 會有文字為主 所以我們要花了很多心思去寫的本書 所以今年才出